如果沒有吃的話 我寄一包給他 我放毒藥給他 毒死他人 在裡面 所以現在鴨血是賣光了 昨天那個經理跟我說 就全聯就說都 沒辦法了 就快要賣光了 頓者代理鴨血品牌 首潑就賣光 但杜哥有更遠大的目標 那什麼時候可以能夠 完全順負勝利呢 連討厭你的人都說 想吃 想吃 那你的目標是 哪一個討厭你的人 賣你的吃你的鴨血 我覺得 如果好像想吃的話 我寄一包給他 我放毒藥給他 毒死他人 你覺得你跟他兩子結大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分享的那個 對啊 對啊 我聽說了 因為他要簽一個合約 投資者要他 戶籍 才幫他簽約 然後他發了那個 微博 然後就說 我是戶籍手 關鍵的是他發了之後 人家沒有跟他簽約 電影也沒開 也沒拍 也沒給他錢 所以我最恨他 不是他的立場 是他的笨 雖然遭到大陸封殺 但很快就轉念正做 那個時候是2014年 他封殺的意思 很多人都不了解 其實封殺的意思就是 他把你本來喜歡的工作 把它在你生命中拔掉 不讓你在演戲 不讓你在表演 我是一個很喜歡演戲的人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很 哀求 哀鄉 為什麼我好好的工作 奮鬥了這麼多年 做到這個程度 你才把我這個工作 滑掉 有一天我就醒來 再不喜歡演戲 我這做聲音 你因為我喜歡演戲 你才有機會欺負我 我這不喜歡演戲 你就沒辦法欺負我 你一天醒來就 很簡單 你的女生 譬如說我交往一個女生 我很喜歡跟她 啪啪啪 她一直利用這個 跟你 啪啪啪 要你的錢 什麼的 我以後就 打手唱XX 後來你就發現 不是只有這個女生喜歡啪啪啪 還有很多可以啪啪 還可以啪啪啪 你就是換一個工作就行啊 封殺對我最好的是 重新去認識這個世界 所以2014算是一個轉折點 是 所以我打算2024年 封殺19年 在延伸 延伸代飯店 150座 封殺19年 150座 在現場 派現金 色的 色的 畫好棒 很爽